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哭诉 我有孩子 退休金过万还有房子 可是我的晚年却过得很是凄凉 这一切都是我亲手造成的 真是后悔莫及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七十岁的梁博说 我今年七十岁 有两套房子 有两万块钱的退休金 可是我的孩子对我敬而远之 我一个人的晚年过得很凄凉 都怪我自己 看到这个事情的人 千万千万不要走我的路 这个事情要从三十年前说起 那时候我四十岁 正是我事业的低谷 被公司辞退了 孩子又要上大学了 家里面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和我老婆的关系 就是在这个时候破裂的 那时候我也很烦 因为我太难了 也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天天跟我老婆吵架 我们两个人吵架也就算了 还影响到孩子们 那时候我有点暴躁 有时候我也会打我老婆 我老婆被我打怕了吧 几年后她就回了娘家 从此就和我断绝了关系 我们成了名义上的夫妻 我也不想管她 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能我的行为太过分了吧 孩子们也慢慢地疏远了我 觉得我这个父亲不可理喻 而且还家暴母亲 虽然我每个月都有给孩子生活费 可是我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极为高 只要孩子有一点不合我的心意 我就会动手去打他们 老爸他们已经大学了 我也会管得很严格 特别是我女儿 只要一放假她不回来 下次她回来的时候 她就麻烦 我对我儿子也很严格 从小到大 就没有让她成绩掉出班上前三 如果她的成绩掉下来了 那么等待她的 就是严格的惩罚 虽然我知道孩子们很恨我 可是我这样也是为了他们好 就是因为我对孩子们这么严格 所以我的孩子们 从小到大都很优秀 两个孩子都考上了清华大学 可是呢 我并没有因为这样 得到孩子们的回报 正因为我对他们太严格了 他们就恨我 觉得他们是考试机器 没有童年 在他们眼里 我是一个狠心的父亲 什么都要他们争取 第一 如果争取不到 我就会打他们 其实我这样也是为他好 可是现在看来 是我错了 我是为他好 可是他们并不这样觉得 反而我的为他好 让他们感觉到压力大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高考的时候 女儿高考前一次模拟考试考得比较差 女儿还因此想不开 想自杀 如果不是早点发现 可能我女儿都没有了 不过那时候我觉得 是我女儿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强大 一点点事情就这样了 至于吗 我还骂了他一顿 自从那件事情以后 女儿对我更是无话可说了 以前还会说一两句 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 我叫他 他就点点头 做个表情就算了 不会再说什么话了 可能吧 我跟女儿的关系 已经坚硬到这种程度了 已经无法挽回了 一切都是我的错 而大学的时候 儿子恋爱了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 早恋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况且现在应该好好读书 不应该过早恋爱 所以我就让儿子 结束了这段恋情 儿子死活不同意的 是我强行让他结束的 我跟他说 如果他不结束这段恋情 那他女朋友或者他 可能会出事情 儿子不想看到 自己喜欢的人 被人家打扰 或者说被人家找麻烦之后 就同意结束这段恋情了 儿子跟他也不了了之 以前儿子对我就怀恨在心的 这样对待他母亲 对待他姐姐 还有对待他 而现在 儿子对我更是恨了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 儿子就再也没有 叫过我父亲了 甚至没有找我帮过忙 以前学费还会找我要的 现在哪怕学校催他交学费 他也不会再找我帮忙了 至于伙食费 他就拼命在外面打工赚钱 反正我怎么样催他 他也不会再回家了 好像他已经没有了这个家一样 儿子这样 女儿也这样 我的女儿越来越不受管束了 她为了能够摆脱我对她的管制 她偷偷地出国留学 知道这个事情后 我大发雷霆 我还特意跟儿子说 千万不要学你姐 否则你的下场会更惨 儿子破天荒地说了一句 他很羡慕姐姐能获得自由 我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这样做是为大家好 所以我依然我行我素这样做 多年后 我的老婆在娘家去世了 听说她回娘家以后过得很不好 可是她却从不找我 从不联系我 那时候我已经小有成就 我完全可以帮助她 或者让她回来我身边 跟我过日子的 可是我老婆却一点这样的意识都没有 所以她才没有联系我的吧 而她这么无情 我也麻木不仁了 她在你的时候我没去 反倒是在国外的女儿 和在北京的儿子赶了回来 平时我说什么事情 他们两个死活不会回来的 而现在却不约而同地赶回来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绝望 如果再这样下去 那我以后该怎么办 从那以后 我就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两个孩子 我想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是有些事情 一旦错过了 就永远无法改了 就像我在孩子们心理上造成的伤害 哪怕他们两个现在过得很好 可是对于我这个父亲 他们早已麻木不仁 甚至可以说 已经不认我这个父亲了 我原本以为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 可是现在看来 时间冲淡的 只不过是那些淡淡的回忆 而至于那些留在心理上的伤害 却无法冲淡 无法好的 现在我已经七十岁了 身体也逐渐地变差了 再也没有之前的好了 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们 能够回到我身边 照顾我 为我养老 可是我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接都不想接 就算接了 也是草草说两句 就挂电话了 不是因为我没钱 而是他们恨我吧 我现在每个月 都有两万块钱的退休金 可是依然得不到 他们的回头来照顾我 两万块钱 我觉得挺多的 现在我儿子每个月的工资 也是一万多 至于女儿就好一点 接近两万块钱 可是他们为什么 不回来照顾我 他们回来照顾我的话 我可以把钱给他们 我还有一套房子 有近百万的存款 这些我也明确跟孩子们说了 只要他们回来为我养老 对我好 这些钱 我早晚都会留给他们的 可是他们却拒绝了 说让我留着钱去养老院吧 或者请个保姆照顾吧 他们是不会再回来了 听完他们这样说 我哭了 钱再多 有房子有存款 又有什么用呢 我强势了一辈子 到最后 换来的是这样的结局 他们一句让我去养老院吧 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痛 这时候我才明白 我的孩子有多恨我 如果不是我那样对待他们 也许他们也不会这样对待我吧 可是有些事情 一旦错过了就是错了 没有回头路 我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大家都以为 我有那么多退休金 有房又有存款 一定过得很好的晚年的 可是我的晚年过得很凄凉 也有人说 为什么不找一个老伴 或者请保姆照顾呢 我想说 找老伴或者请保姆被骗的案例 我们不少见吧 我是真的担心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我才不找老伴或者请保姆的 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拥有一手好牌 却让我打成这样的结局 我亲手毁掉了我的一切 哪怕我拥有这么好的条件 却要晚年过得这么凄凉 都怪我自己呀 亲手炮制了晚年的凄凉 欲哭无泪 有时候你以为 你对孩子们严格就是为他们好吗 不 孩子们想要的并不是这些 你越是这样做 他们越是反感你 甚至会恨你 对待孩子 以及自己的老婆 千万不能够以暴力解决问题 有话好好商量 你以为你打得了他们一时 能打得了他们一世吗 你打他们的时候 确实是能管制住他们的 可是以后呢 以后他们会恨死你这样的行为 到最后你条件再好 孩子们也不会再管你 因为你之前的行为 让他们伤透了心 让他们恨透了你 到最后你才发现 原来你晚年的凄凉 是你自己亲手炮制而成的 到那个时候 你就欲哭无泪了 能怎么办 能做的 只有后悔吧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感谢观看